邦交国一个接着一个断 那么其中就有一个国家 宏都拉斯 大家也记得吗 在去年当时 3月25号宣布跟台湾断交 同一天就跟大陆建交了 那现在呢 你们看到当地的媒体 有说到 宏都拉斯在跟台湾断交了 将近11个月之后呢 还欠了大概有4.4亿哦 至少4.4亿美元 对台湾还欠了这么多 那相当于当地货币100多亿 那这些钱 那大家很好奇了 台湾方面要的回来吗 现在已经没有邦交关系了 我们应该怎么样把它讨回来 有可能吗 还是就真的肉包子打狗 有去无回啊 老师 这个就好像 某个人欠个你债务 结果他跑到别的国家去了 是 那你怎么跟他去索赔呢 对不对 那当然这4.4亿哦 大概都是台湾的国合会 或者是外交部 或者是我们的几个银行的 联合的贷款 那因为他牵扯到的是 社会住宅 学校基础设施 营养午餐计划 所以都是给予他这个政府 中央到地方 在就是社会到教育的 各个这个层面的使用 所以呢 当初这个约怎么定 那现在因为双方都没有邦交关系了 一定这个都比较是政府跟政府之间的 所以你就很难再去依据这个没有邦交关系 跟他去要钱 可是呢 如果是民间银行的连带 他会不会有抵押 或者是说 他在这边有这个财产 台湾 那以及台湾跟宏多拉斯之间 还有持续的贸易往来 对 你可以从这边下手 可是这个下手 其实你要 也会有反弹 因为你就把这个贸易关系断掉了 因为会影响到台湾这边 跟他的这个贸易 因为毕竟是民间 你政府能够做什么做吗 也做不到 对不对 所以这些东西 其实这东西影响到 就是说在这个邦交维持上 以及断交上的这种附带成本 所以这可能就是呆账了 当然你会说 你是不是跟北京去借点钱 还给我好了好不好 问题是 这个大概不是这样子一个逻辑去讲的 所以呢 这些问题 他如果真的觉得说 刚好我反正跟你断交 我当初给你借的钱 是用在我的这些政府的计划 那既然跟政府 跟政府之间没有关系 那我就不需要再还你这些钱 重点是 他也没有钱可以还 那就算是北京给他一些钱 大概也都是救急的钱 是 因为在这个区域 宏都拉斯 瓜地马拉 大家还记得吗 往美国的那个移民大军 很多是从这些国家过去的 所以当地的治安 生活情况都不好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当然我们台湾也不能说 就这样子摸鼻子这个船就损失了 那是不是有别的方式 政府自己 台湾政府要面对这个问题 好 不过说到要钱 要钱 其实呢 我们的邦交国帛琉 就跟着美国想要钱 但是美国呢 现在看起来就是不给啊 还在拖 还在拖 我们看到这是美国国会 就是不批 不批准 拨款给太平洋三个岛国 结果呢 这个你看这里面有包括 米克罗尼西亚法 马绍尔还有帛琉 跟美国有签了为期20年的一个新资助计划 华府方面 美国方面应该要提供他经济的援助 可是现在这个钱还是不给 所以呢 他们当然就紧张了 然后呢 甚至还说 其实呢 中国大陆已经把力量伸进帛琉了 所以换句话说呢 他们希望能够用这样的方式 赶快警告美国 否则的话 是不是要跟台湾 就把邦交关系给断了呢 好 洪庭 那我们来看 现在帛琉已经开出第一枪 那到底美国方面会怎样呢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过去所讲的 大家最担心的一个部分 也就是说 当你看到全世界现在一窝蜂的 在吵所谓的海峡两岸的问题的时候 那台湾问题跟所谓的美国援助问题 就成为什么 就成为各国自己内政的讨论 包括过去我们看好几个国家在选举的时候 都有人讲说 那为什么我们不跟中共建交 我们可以拿更多的钱 或者是为什么我们不拿这些部分来做 也就是说 我们自己也要去思考一件事情 以前我们并不是一张牌 所以我们并不会被打来打去 我们不会 我们就是闷着头赚世界的钱 以前台积电也不会被人家到处威胁 我们就偷偷的默默的这样的赚钱 过得很开心 但现在我们有名了 那我们的问题现在反而变得比较大 也就是当现在所有国家 都拿这张牌来打的时候 帛琉帛琉这张牌也是一样 帛琉就是说 我其实我应该可以跟中共建交 我可以有更多的观光客 而且人家他甚至讲得很清楚 他说人家都承诺了 只要你盖多少饭店 反正我都把它通通包下来 就对了 对 那这个时候 他其实隐藏的台词就一句话 我现在是因为美国愿意支持我 所以我才继续跟你维持外交关系 那如果你不愿意的时候 那当然帛琉的态度 我觉得还好一点的原因是 帛琉比较没有反对党的问题 那今天如果是有反对党的 这样的一个部分 两边纷争开始做所谓的 那个内政的这样的争夺的时候 对我们的邦交的影响 就会变得更大 所以我们也要去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那为什么大家现在那么急 其实我觉得大家急的最大原因 其实是最后最核心的问题 就大家都很担心川普要回来了 那如果川普回来了 美国走向原本的这样的一个孤立主义的 这样的一个模式的时候 今天这些问题基本上都会很难解决了 因为川普就一句话 川普连北约都说要北约付所谓的军费了 那针对这些岛国 他如果整个全面撤掉 这个就是过去大家来讲的 其实中国大陆最喜欢川普当美国总统 因为在那个时间点 他们有系统的进入了联合国 进入了联合国的国际组织这些部分 那因为美国全部自己退出去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里面 我觉得大家现在很急的原因就是 因为很多国家发现 拜登有可能没有办法当选 那川普有可能要回来了 那如果现在再不拿到钱 等川普上台要拿到钱又更难了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 当然你可以看到各个国家开始拼命的喊话 那北约在这里面就比较务实 北约就做什么 北约是不是做了一个 史无前例最大的军事演习 因为他告诉大家就是说 我们要先来面临到 没有川普的时代 我们自己要怎么做 可是这些太平洋小国 他需要援助的 他就没有办法 他只能在现在这个地方 赶快拿台湾这张牌 跟台湾的邦交 拿出来威胁所谓的这些国会议员 或威胁美国 就想说你现在要赶快给我 不然我还有别种选择 那这个选择 那以拜登的这样的一个做法 拜交的外交政策 他是不会接受的 但如果这个时候 跑到了川普在做任内 你觉得川普会讲什么 川普可能就会说 Just go ahead 你去吧 对不对 因为我就是要专注在 我美国的内政问题 那那个时候 我们的处境会更危险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 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 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 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 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您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